接下來會變一個啤牌魔術 但變之前要先洗牌 洗一洗,洗亂它之後 從此以後我就不會再碰這副牌 但怎樣變魔術呢? 就是要找一位觀眾幫我變這個魔術 怎樣變的 好,首先請一位觀眾幫我把副牌一分為二分兩副 先分過這邊,非常好 好,之後把這邊這副也是一樣 分第三副出來 最後這邊這副同樣做 大約一半分為四副 非常好,現在有四副牌 我們先拿起這邊這副 然後把最頂的三隻,數三隻出來 然後將它放在這副牌最底 最下方 之後每副在最頂拿一隻出來 這裡排一隻 這裡排一隻 每副都是排一隻 非常好,可以放下第一副了 第二副一樣做法 先拿起它 然後把三隻,最頂三隻鎖到最底 然後每副排一隻面 其實最後就是第四副 到最後 officials在四副 重複做到一次正中調 三隻,放到最底的 武副牌一隻 非常好 好,接著就到神奇的時刻了 我們嘗試揭開最面的那隻是甚麼來的 我們請觀眾幫手 OK,第一隻是King 好了,嘗試揭開第二隻,看看是甚麼來的 非常好,這個觀眾的魔術能力非常之高 好了,到第三隻了 好,證明這個觀眾懂得變魔術 因為我都沒有碰過副牌,是不是? 好了,如果第四隻都是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沒錯,四隻都是King 然後我會講解魔術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甚麼名字 我們魔術師會叫做四王燈殿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以前我們變魔術時是變四隻King 所以大家今次見到講解的時候 不是從四隻煙 首先要預備一樣,四隻相同的 因為四王燈殿和四隻King 然後將它搭在副牌的序面 我先搭齊它 好,大家看看 最頂應該有四隻King 或者你選擇四隻一樣的牌 好,四隻預備好,放在最頂 好了,然後洗牌我們怎麼洗呢? 又是用這個方法 在中間蚊褲牌走 然後洗牌 我們這些洗不走我們預備了的 機關或者一些魔術技巧 叫做假洗 好像洗牌 實際上我們預備了一些東西 都是沒有洗走的 行不行? 好了,洗好之後 我們就要叫觀眾將它分牌 好,為了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我將四隻反轉給大家看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將副牌一分為二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如此類推分為四副 然後邀請觀眾幫你手 拿起一隻 兩隻 三隻 將這三隻牌放到最底 然後每副派一隻 然後每副派一隻 好,在這個過程 有傾的那副應該已經派了兩隻派在上面 應該大家都看到 最好 最後我們這裡也是一樣 將三隻鎖到最底 每副派一隻 做到這個步驟 我們看看最後一副先 最後一副的狀況應該是這樣的 有三隻派在上面 另外四隻傾在這三隻派的後面 好了,最後要做剛剛的動作了 把三隻鎖到最底 然後每副派一隻 就是這樣這個流程 觀眾幫我把四隻傾 全部分散開四副牌 但有件事一定要記住 可能有些觀眾會 你控制不到它 怎樣控制不到它呢 叫它分開一半的時候 會發生一些意外 例如這樣 觀眾很聰明把它分開一半 但看一看 發現為何這副少一點呢 它就會再好手多地把它放進去 如果它做到這個步驟的時候 這個魔術就變不了了 所以謹記一件事 我們要好好地控制好觀眾 假如觀眾它真的分開了 它有這個動作想再分多一些個旁邊 一定要制止它的動作 然後邀請它 好,不要緊 這邊雖然少了一點 但是隨意就可以了 我們分開第三副 然後分開第四副 差不多就可以了 記得要用言語或者一些身體 去制止它去破壞魔術的所有行為 如果是這樣,大家可以去練習一下 看看能不能做到